孙二娘和武松有何特殊关系? 难怪听闻孙二娘死讯 武松放声大哭 《水浒传》里涌现的好汉很多 但真正称得上好汉二字的却为数不多 而打虎英雄武松正是其中之一 武松武艺卓绝有情有义 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真男人 神受无数读者的喜欢 那时武松因为杀了潘金莲 西门庆被赐配孟州 在和公差一同路过十字坡酒店时 公差因为贪图孙二娘的美色 被孙二娘用蒙汗药麻晕在地 武松阅人无数又是一个胆大心细之人 他假装倒地 待孙二娘靠近时两只大手一鼓 当即将孙二娘紧紧抱住 孙二娘身手不错 但哪里会是武松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孙二娘和酒店伙计都被武松打倒 紧要关头 孙二娘的丈夫张青回了酒店 发觉眼前这位气宇宣昂的大汉 正是轰动江湖的武松 于是张青连忙拉了孙二娘给武松赔罪 在张青的斡旋之下 孙二娘和武松立时从之前的大打出手 到了后来的欣欣相惜 看过原著的读者会发现 孙二娘似乎对武松特别好 得知武松遇到了危险 当即连手中的人肉包子也不做了 历时飞奔道案发第一现场 使出浑身解数营救武松 另一边的武松也对孙二娘情有毒中 在听闻孙二娘的死讯时 武松就曾放声大哭 武松长大成人之后只哭过三次 第一次是武大郎被潘金莲堵死 武松跪在灵台前痛哭流涕 第二次是听闻失恩溺水而死 武松则放声大哭 第三次哭泣则是听闻孙二娘在攻打方辣时遇害 武松当即潜然泪下 要知道的是 杨善108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之下 踏上了昭安这条不归路 先后征讨田虎 辽国 方辣 此在征途上的兄弟不计其数 但武松为失恩哭泣情有可原 毕竟他和失恩可是同甘共苦过的兄弟 那武松为何要为孙二娘放声大哭 的确 武松和孙二娘虽有交集 但相处的时间并非很长 二人的关系为何如此非同一般 有的读者会说了 孙二娘也是个豪爽 重情重义之人 武松和他肝胆相照 二人的关系自然突飞猛进 这样的说法是有些道理 但却没有说到点子上 笔者认为 孙二娘对武松的感情 的确超越了兄弟姐妹之情 当然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你看孙二娘的绰号叫什么 他的绰号换作母叶叉 证明这是一个女强人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孙二娘的丈夫张青根本就管不住她 原来张青曾和孙二娘说过 我们开的虽然是黑店 但不是所有客人都能做成人肉包子的 那些僧人好汉就要网开一面 可孙二娘哪里听得进去 这才有了鲁之身 差点命丧十字坡的风波变故 这证明孙二娘的确是一个女强人 这种类型的女人更崇拜强者 好比武松 她身高八尺 相貌堂堂 一身实不完的气力 假指武松初中有戏 又是一个聪慧之人 试问孙二娘如何不动心 这就能解释 武松大闹飞云谱 却见鸳鸯楼之后 孙二娘为何绞尽脑汁地 替武松乔装打扮 出谋划策 让武松顺利逃过一劫 待武松孙二娘上了梁山之后 二人的互动就更多了 尽管施耐安没有在原著里详细阐述 但可以预见的是 孙二娘必然时时刻刻 替武松端茶地水 洗衣蝶背 将武松的生活起居 照顾得细致入围 如此看来 孙二娘的确对武松动了感情 不过孙二娘心里也很清楚 自己虽然喜欢武松 但二人是不可能的 毕竟孙二娘早就嫁给了张青 而武松也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 孙二娘就将这份感情深藏心中 可武松是何等人物 他岂会看不出来 的确 武松在历经了潘金莲的勾引 以及玉兰的虚情假意 他对女人更加了解 不过武松也知道 孙二娘对自己有意 但只是发忽情 只忽理 始终没有与月雷迟一步 这让武松既佩服又感动 是啊 武大郎死后 武松就成了一个 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 可武松也没有想到 孙二娘竟对自己关怀备至 这让武松再次感受到了 不是亲情 却胜似亲情的温暖 尤其是武松上了梁山之后 他赫然发觉 他曾钦佩的大哥宋江 满嘴的人意道德 实则是一个 打着替天行道的虚伪小人 宋江表面上 对众兄弟很好 可充其量 不过是利用关系罢了 而孙二娘对武松就不一样了 他不要求任何回报 也没有任何企图和非分之想 因此 就算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 也会被孙二娘的真情所打动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 梁山好汉跟着宋江南征北战 死伤无数 但武松却为孙二娘之死 哭得伤心欲绝 不得不佩服 吃耐安的才高八斗 他刻画人物别具一格 让读者们在欣赏 波澜壮阔的厮杀对决之时 还能感受到书中 那细腻的人情事故